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您收看涨叠密码 我是蔡佑达 台股今天大涨128点 收在15417点 成交量为2343亿元 也就是说呢 今天正式的站上了纪线大关 盘氏如何分析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大宇国际头股张宇敏分析师 你好大家好 陈一群分析师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陈一群的观察 我们先来请教江宇敏老师 好 今天台股市反弹第25天 反弹的弧度是1489点 这个弧度涨起来 看起来已经有点不错的态势 但是上档的反压 我觉得还是非常沉重 往上左的过程 说真的步步惊心 我们看一下这个格局 大反这一波得加4700点 那反弹目前是第25天 反弹的弧度是1489 那能不能再往上继续攻击 很显然跟量有很明确的关系 有这个绝对的关系 如果量呢 还是维持在2000亿以下 那要往上大涨的机会就很少 因为价量不上 上不来 价就要上不去 好 所以我们这2000亿以上的量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指标 好 大盘走到这里 我们来看看重要的一个股票 台股最重要的股票 其实只有五党 很多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五党这么重要 因为它占大盘36% 占电子股怎么样 60% 所以非常比重高 当然跟大盘的关系就非常重大 如果这五党股票 他们的架构都不对 那大盘当然就会涨不动 好 不管谁 联电 台育电 联发科 大力光 红海 这五党股票是最重要 因为他们电子股就占了六成 所以电子股 你就就他们而已 你要玩电子股 就看他们而已 其他不用看 好 这五党是最重要的股票 那我们就依序的看这股票 到底他的格局对不对 他们的格局如果对 那往上攻击就会比较顺 那如果他们的格局不对 要往上大涨的机会就很危险 甚至会开始往下做回撤 来 红海对不对 红海对啊 红海是三线换多的格局 那请问这个格局到底漂不漂亮 在这边 如果就日线来看 说真的还算不错 但因为他之前曾经出现很多个卖出讯号 一二三四 这么多的卖出讯号 当然对他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尤其密集的卖出讯号 就像一个人去住院一样 突然间还去住院住了十几天 然后就出来了 出来又被生龙活虎一条 说要代表我们国家参加奥运 我觉得还是很危险 为什么 大病出狱 很多卖出讯号 刚刚客户而已 大病出狱 他没办法 涨得非常快 非常强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周线 周线怎么到现在趋势线还没有翻多 连趋势线都还没有翻多 你看这里平台整理 太阴突破了 可是趋势线没有翻多 趋势线没有翻多 股价创进起新高 让我想起台积电 当时的历史高点688 跟这个格局是一模一样的 趋势线没有翻多 股价涨上去了 最后就掉下来 把这个平台整理去600块 再度跌破 当时台积电的格局 跟现在这个周线格局 是很类似的 所以看到这种情形 当然鸿海我就不追 大力光当然是多头格局 可是线型没有很漂亮 因为二三线很短 他多头力道不强 高点6000多块跌下来 目前是2000多块 这个看一下 2100多块 所以我们以这样的格局来看 其实他股价跌了三成 你说他有多好 应该还好了 当然但是近期来讲 这个全职股里面 泰式最强的是大力光没有错 但是他架构也不大 对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联发科 联发科高点跌下来 已经跌了51% 那近期在这边做一个整理 那我们看整理的过程里面 门口压力非常沉重 123456一大堆压力 代表什么 代表他往上攻击的时候压力重重 上档压力非常沉重 这就是他目前的一个架构 所以以这样的角度来看 联发科当然是比较不利的 高点怎么跌下来的 原来高档出现很多卖出讯号 接下来转空就掉下来了 那目前来讲三线虽然翻多 可是近期的卖出讯号 上档的卖出讯号压力非常的沉重 这是联发科比较不利的地方 看到联发科我们想到什么 我们想见见的新闻 今天新闻说他要分红 这个158亿 分红当然是分给他的公司的员工 那分158亿好不好 创新高很好 对他股东 对这个员工来讲 他是很高兴的 但是对股东来讲 他们就不高兴了 为什么 因为到现在还没填息 807除息的 现在700出头 707 那如果你参加除息 你现在还赔100块 那如果扣掉股息73 你还赔掉27块 连填息都还没有 可是现在员工分很多钱 那当然股东看了一定会不开心的 那我们这经营的公司的过程 三者利益要均衡 包含散户 所谓的小股东 包含大股东 这个董监士等等 包含经营者 像CEO 对不对 他们的一些主管干部 这些人不一定有股票 他也可以没有股票 是公司任命的经营者 他不是大股东 他也不是董监士 是公司任用一个专门的经营人才 来经营这个公司 那可能经营人才 又把一些重要干部带进来 你是CEO 那你可以当然去找干部 我要找我的协力 打我的经历 把这些人才管进来 这算是管理公司的人 这是持有公司的大股东 这是所有的群体小股东 他们三者之间利益要均衡 那我们刚刚讲 如果你是这个 连帕克的小股东 高点跌下跌51%了 你财产一半都不见了 你当然很不爽 那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会很高兴吗 这个金者付那么多钱 这个股东 这个小股东赔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利益不均衡 不均衡就不好 不均衡就难以长久 懂意思吗 所以公司经营要均衡 获利一定要均衡 你通通给一方赚 那谁要跟你玩 不可能 好 所以在李嘉诚的财务语录里面 讲过一句话 他立了一些规矩 比如说 商场就战场 这个 变化就是最大的商机 第三个 利益在于 怎么样 平衡 讲得很好 利益就是要平衡 没有平衡 通通给一个人赚 那谁要跟你玩 那你算就好 都要弄你拿走了 我们要拿什么 不可能 我记得我的前老板 跟我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你说这种老师 分析师跟公司之间 当然也有一定的 利益的一个纠葛 当然公司想要赚钱 分析师也想赚钱 那老板有一次 跟我讲一句话 因为我在公司里面 我在前一个公司 待了九年 其中八年 我都是第一名 所以我爱好 叫永远的一哥 我手下的 打不赢我的分析师 数不完 那老板有一次 就跟我吃饭 就跟我聊一句话 他说我做生意是这样 就是利益要均衡 这个 通通给我赚 我想张老师 你一定不要 讲我 通通给老板赚 张老师你一定不同意 对不对 通通给你赚 我不要赚 那我大股东 我也不要 所以利益在怎么样 在均衡 均衡以后 才能够平衡 才能够长久 那如果倾向一方 通通给分析师赚 公司不要赚 那我开这公司干嘛 对不对 好通通给老板赚 分析师赚不到钱 人都跑了 所以利益要均衡 所以你看李嘉诚讲这句话 多有技巧 这真的是经商的经验 这不是随便讲出来的 他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 他是讲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同样说 公司经营也是一样 经营者 董监士跟股东之间 要均衡 要取得利益上的均衡 不能偏向一边 偏向一边 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小股东没钱赚 都你们大股东 都你们经营者在拿钱 我不要 我卖掉 我不要 我不跟你玩了 那公司股价都掉下来了 懂意思吗 所以利益一定要均衡 所以我们说这个有没有均衡 这可能当然是早就预定好了 可是当这个新闻出来 小股东看了会很不爽 为什么股价跌五成 小股东赔了哇哇叫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说年发高点跌下 跌了五成 当然是很多小股东 都受到很大的伤害了 那有人只是想要参加这个 所谓的除息 他要得到他的这个 8%的一个利息 那参加他想要得到8%利息 当时发布那一天 我记得是3月15号 到除息的时候 都怎么样 如果当时参加到除息 他本来想要赚8%的殖利率 因为写73块 配73 殖利率8%很高 那如果当时看这个新闻 想要参加的人 到最后会赔多少% 我上次算是赔24% 最近有一次算是赔25% 那最近反弹上来 后续剩下赔23% 他本来只想赚8%殖利率 结果赔23% 好可怜喔 所以很多人想要殖利率 殖利率不是你想那么简单 这个股市里面 根本没有殖利这种东西 很多人傻了 每天在那边殖利率 那是鬼扯的 骗你的 好 高档的时候利多满天飞 对啊 这都利多啊 这哪一个 那一个不是利多 高档利多满天飞 所以你就去追了嘛 对不对 殖利率很高啊 追完之后股价跌下来了 你就受伤了嘛 然后跌下来才跟你说 哦 忘记不忘了 不好意思啊 库存一大堆了 库存嘛 两个字嘛 库存 没错嘛 库存天数从五几天 到108年 越来越高了 跟你讲下半年不灭 忘记不忘了 对不对 看完这些你真的会昏倒 跟你说营收开始下滑了 可是股价跌51% 那你看你 看完会不会生气 所以股市里面就是这样 很有意思 如果你用你的数学来算 你在股市你会赔到脱裤子 股市不是用数学算的 不要搞错了 那我们说股市啊 它是一个伟大的羞辱者 他会想尽办法 竭尽所能 愚弄了最多的投资人 然后把你困在里面 把你资金也困住 把你时间也困住了 这个伟大的羞辱者 他的名字叫做股市 也可以叫股票 所以你不能用你的想法 你的简单的想法来做股票 股票跟你想的是不一样 它是非常高拐 它是非常狡猾的 它是非常坏的 你不要以为它是好东西 它很坏的 好不好 那怎么操作 怎么样才能够克服这些东西 两个法宝送给你 来第一个 这个观念要把它记起来 然后手机把它拍下来 现行不对 你不要再去研究产业 不要研究基本面 现行不对一定有鬼 现行只要不对一定有鬼 你放心 这次跑不掉了 联邦科为什么跌50几% 当时不知道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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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现在等一下跟你说 忘记不忘 库存很多了 整个笑 你研究基本面有什么用 当现行不对 你就不用研究基本面了 没有意义 懂意思吗 有题材的公司 现行一定会先走出来 会先走出来 不是后走出来 那反而跟你讲一句话 反而就把他倒过来想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问题的公司 现行也会先走出来 这样你懂意思吗 现行跟你讲不对了 你不要再研究基本面 一定有问题的 所以你说怎么办 这么狡猾这么高拐 要常常羞辱你 这个东西叫股市叫股票 那怎么对付它 有啊方法在这里 要把它记下来 懂意思吗 第二个 高手跟散户有什么不同 高手在寻求一个 接近 接近 涨跌变化的逻辑 这是高手玩的 散户在做什么 散户在 用于自己认为 对的逻辑 在操作股票 你自己认为对没有用 EPS本来你 你刚刚掛在嘴 掛在嘴巴里面有什么用 你还是赔在屁股 所以股票不是这样算的 不是用你自己认为对的逻辑 你认为对市场 认为不对也没有用 高手在怎么样 接近涨跌变化的逻辑 这才是真的 因为你钱输了 为什么说你输了 一千跌到五百 就是你一张输五十万 股价来判定你对还是错 股价就是法官 不要忘记了 好 另外一档公司 王家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他 这档公司也是一样 公司跟经营者利益不平衡 那怎么说利益不平衡 股价跌快六成 好不好 当然不好 股价跌那么深了 公司派跟你说 要拼五倍翻转 这不是去年的吗 跟你说要拼五倍翻转 结果股价跌六成 对不对 不是要五倍翻转吗 那你是在正下 那你不是要五倍翻转吗 为什么公司跌五成 跌六成 公司就是这样 难道他有跟你发利空吗 东马斯跟你发利多 发利多才要把股票倒给你 不是吗 所以股价跌六成 同志们 跟你说要五倍翻转 这真的是在正下 对不对 真的是太可恶了 可是公司派就是这样 好不好 那你们看一下 来 他说公司要跟你五倍翻转 根本就鬼扯 去年11月份的新闻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新闻 如果知道事后会这样走 那你会去买吗 不可能 拜托你买你也不要买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样是不对的 你买这样你就死了 你就中奖了 赔六成了 懂意思吗 所以不是看新闻来做股票的 懂意思吗 那怎么办 投资便要 来很简单 我教你 张龙之跟你说 如果获利没有改善 我薪水把他砍到零 对 都已经跌到六成了 跟你说我薪水把他砍到零 请问有什么用 散路赔了还是赔了 他为什么时候把薪水砍到零 因为他领太多了 他自己领太多了 公司赔钱赔死了 他自己也领翻天了 领了多少 董事长跟总经理跟副总经理 领了公司获利的91% 100块赚100块 他领了91.9 懂意思吗 100块赚钱的董监事 这个总经理经营者先把91.9 放到口袋 剩下的8%不到 发给股东 你是在争孝 对不对 所以有啊 就这样搞啊 你看这获利就是这样搞啊 公司赚不到钱 董监事零 比谁都多 所以怎么样 让市场诟病 那是很贵分的 懂意思吗 所以我们说这是公司获利 这个公司治理有问题的一个 这个例子 好 股价跌了六成了 当然是很可恶 好 那我们再看 哇天哪 原来这是空头格局 所以如果你知道 转空了 你会报这一段 然后跌六成吗 不会啊 你不能等报纸发出来 你再来后悔末期 所以做股票是要预先布局的 绝对不是等报纸再来做股票 懂意思吗 公司治理被点名了 除了刚刚前往这下有谁 中信金了 懂意思吗 董监事前零太多了 被点名了 这我就不多 今天时间不够就不讲 好 台积电什么问题 高档为什么转空 跌下来 卖出去那一大堆 就转空跌下来了 那我们这里再做一个反弹 三线翻多没有错 可是怎么样 反弹马上碰到压力区 所以那走势就很温吞 懂意思吗 因为压力还没有克服 好 半导体人才荒 对啊 他不是要扩厂吗 要在台中扩厂 要在高雄扩厂 扩厂以后要什么 要工厂 要资金去建设 要买机器 还要什么 还要人才 你要把人请进去 机器才会动 不是吗 那人才现在够不够 今天报纸登出来的 人才荒更严重 我们台湾有 高科技能力 就拿几家 人才而已 台青交 不就拿几家而已 当清大交大 没有那么多学生 你能随便找一个工人 你的木工 你拿我们台积电上班 不可能 他需要是 这个专门的人才 那如果没办法配合他 厂见那么多 也是会有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我早就跟大家提醒过了 好 联电 对不对 当然不对 目前呢 目前三线翻多了 但是现行上 怎么样 近期还有一些 卖压没有克服 比台积电好一些 但现行上 还是有一些 卖压没有克服 好 大盘呢 我们回到这里 大盘怎么跌下来 高档一刀卖欲 跌下来 那我们跌到这里 开始翻多了 没有错 大盘相对是 稍微好看一点 电子股就很难堪 为什么 压力重重 电子股也翻多 没有错 可是它压力 非常的沉重 这样懂意思吗 就是目前 电子股 比较危险的地方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从多佛六星来做个切入 多佛六星里面 今天有三档股票涨停板 包含重期 包含这个轮飞 还有这个巨庭 那我们看看 怎么去从里面挑股票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三档股票 重期轮飞巨庭 轮飞涨停 巨庭也涨停 赵明你怎么不挑 你为什么只有买重期 来 轮飞 现行对不对 现行是对的 轮飞是对的 今天股价涨084块 赵明你有没有买过轮飞 说真的 我大概20年 没有买过轮飞 轮飞在笔店的领域 就是很落后的 这一波涨起来 为什么 一开始切入军工电脑 同意是 开始做军工电脑 做得好不好 说真的 我不晓得 现行是翻多了 现在股本只有2亿 所以筹码非常少 一天的筹码 2亿就2万张 今天成交7、8千张 三天就换一轮了 三天就换一轮了 三天大股东就可以把股票倒光 因为一天7、8千张 所以这个我觉得 轴转率太高了 所以操作上要小心 目前还在兜头格局 这股票我当然不敢买 好 巨庭呢 投资朋友 昨天第一线还没有翻多 因为高档整理 整理越来越弱越来越弱 今天又再入翻多 可是现行也是不强 所以这档股票我也不敢做 我们讲实话 我们买股票 我们把货赁的钱当做我们钱 所以我不会去买这种股票 现行架构我觉得不对了 好 对的呢 重期啊 重期是对的 没错吧 整理完 整理了十几天 整理完 拉涨年板 今天漂亮 又攻上涨年板 我们今天客户在进场了 来 好 那我们看这档股票 敦泰 这边大涨12倍 12.8倍 从25块涨到298 这段很强 大涨完之后跌下来 目前跌了78% 所以如果我去买敦泰的人 大概是浴库五类了 因为它跌78%了 那为什么这样跌 你看一下获利就有答案了 去年一片是 33 没错 30了 今年第一季 3块5 30块 如果你把它除以4 平均一季有7块多 为什么第一季剩下3块多 但是3块头是没有 你看到第一季的获利 对不起 4月底了 你1到4月买进 全部套牢 它获利也明显衰退了 没有错 去年一片30 今年第一季剩3块 第二季更惨 剩下4毛 4毛5 所以上半年只有3.45 天哪 去年赚30 今年上半年 剩下3.45 严重衰退的公司 你买这种公司 当然股价大跌 问题你什么时候知道 你现在知道也来不及 你跌70几% 到这边 所以张维米能不能跟你讲 现行不对 你不用看基本面 基本面出来都来不及了 对啊 半年报出来 问题0.4 上半年加起来才3.4 3.45 去年有30块 今年上半年才3.45 它股价跌 其实几%很正常 非常合理 可是半年报 最近才公布 第一季即报 4月底才公布 那你看到4月底 4月底股价都已经跌 跌5成了 对不对 这一段再跌 投资票也来不及了 所以你看到消息的时候 完全都来不及 绝对来不及 懂意思吗 那你怎么办 刚刚讲去年30 第一季剩下3.5 现在是0.45 那如果加起来 3.95 不是3.45 3.95 3.95算4块好了 4块去年 一年就30 今年半年才4块 那有什么用 4块钱都不到 那有什么用 那严重衰退 也是非常衰退 严重的公司 懂意思吗 虽然很简单 有一次 有一个老师跟我说 股票也是一样 爆一大堆 然后都不停损 我把他叫到办公室 来来来来 老师过来 你为什么都不停损 他跟我讲一句话 讲完这句话 我真的派桌子 你知道吗 三字经都出来了 他跟我说 基本面好公司 不用停损 我当场干掉 三字经撤他 骂他 王八蛋 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你这样的话 带客户 你不害死一堆人吗 虽然很多人心态就错 他观念就错了 基本面很好 不用停损 没话 你懂意思吗 那如果你今天碰到 真的有人 真的跟我讲 我真的差一点吗 不要说差一点 我是真的三字经都骂出来 所以如果你碰到 蹲太尔一样 去年30 今年上半年 3.95 4块钱不到 那全股价 都会跌到这样了 你看到来得及吗 都跌快八成 你要停损什么 都跌八成 快八 78%你要停损什么 来得及吗 货员都死光了 所以做股票 你观念不对 就不要玩 你绝对玩不赢 而且市场里面 伤得很重 懂意思吗 这早就转空了 可是你不想 你就傻傻买 买来就受重伤了 摸一走路 没有不再跟斗了 不可能 懂意思吗 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发个讯息 跟我联络 小老鼠A 2500 6999 这是我带来的 你买一个 搜寻加入 记得留下电话 把时间就给诱打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你回答涨点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今天20大类股 只有一个类股没有涨 叫做航运股 来我们看一下 航运股 今天20大类股 我也没涨了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航运股已经盘很久了 还跌55%了 我们看一下 高点去年的7月份 现在盘在这里 涨不动 跌回55%了 所以如果你这一段买下去 你财产一半不见 那你一定很伤心了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样 我们把它切入航运股的现象 今年的36% 看到吗 这今年的 这格局不对了 所以从36%到现在 你根本就不应该去买航运股 你买了你也赚不到钱 这样懂意思吗 来我们看航运股 长龙拉回弧度赢66%了 长龙不是发力多吗 发力大堆力多 上半年已经赚38块多了 为什么涨不动 从这边 问题就来了 这一样3S6号 高档出现卖出信号 到今天 你有看到他犯多吗 没有你去买他干嘛 我就不会买 同意是吗 这很简单的道理 好不好 我不会买欧炮 只有买钱炮 真的吗 有啊 我去年7月20号就跟你讲了 韩运股要抗冷游回 开始倚天涂龙 你不要再玩了 去年在里面操作韩运股 每一档都赚钱了 没有赔到任何一档韩运股 真的吗 老师你只有操作一档 不好意思我 我操作很多次 我操作16次 通通获利了 好 股市里面 正确的操盘工具 正确操作观念 用这两个做基础 你才能够产生 最后正确的操作 记得 工具对 观念对的 幸福都在来的路上 懂意思吗 好 3做3 搞清楚 你就会 找到3做3 你就会赚钱 对的人 对的观念 跟对的工具 懂意思吗 小老鼠A2500 6999 这是我拉的里面 你可以搜寻加入 有任何问题发展 记得留下电话 时间交给右打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介 分析之 个表加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 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